其他社会焦点再来看到 彰化福星乡一辆小货车行进路口 准备减速停等红灯 却交到后方一辆乡行车高速追撞 乡行车驾驶当场受混在车内左脚骨折 另外在园林有一辆黑色轿车 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况 插撞到女骑士 女骑士向右倒又波及到骑脚踏车的老妇人 两个人都倒地受伤 绿灯亮的所有车辆起步 这时女骑士骑到黑色轿车前方 下一秒发生意外 这一状超离奇 黑车驾驶一次没注意 车间状况撞上女骑士 女骑士往右侧倒下 在扑骑骑脚踏车的老妇人 车祸发生在20号早上 张花园林中山路二段上汽车擦撞女骑士 结果导致两人倒地受伤 还好这一状女骑士和老妇人 都只有轻微擦错伤 相关照则原因又带警方调查雷青 另外在福星乡原路路 小波车来的路口停等红灯解速 结果后方乡行车 刹车完全没踩一头撞上去 猛烈撞击力道 乡行车车头撞凹 驾驶也当场受困 用破坏器材 男性司机救出 左小腿骨折挤压 遭追撞的男性驾驶 胸部疼痛无外伤 惊见画面也出现在大村乡的 中山路上 红一阿伯骑单车 竟然大啦啦闯住车阵 在马路上内向行驶 就怕撞到人所 车辆纷纷往左右两边闪避 场景有如摩西风海 让目击民众看了冷汗 直流直呼太危险 大概完全不是他人的眼光 阿伯危险骑车上路 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 警方也将根据影片 对阿伯开罚300到1千2 接下来我们讲话 参不懂